中國經濟增長明年會不會放滿? A股今年全年下跌 明年又可不可以回升? 今集請來資深投資銀行家溫天立 和大家分析一下 大家好 歡迎收看 2021年就過去 2017年 不如看看 中國明年的經濟和股市 表現到底是怎樣 其實明年來說 中國經濟是持續結構性改革 深化的過程 所以在過程中 我們看到供給質改革 或者國有資產的改革 包括這一系列的調整 都會繼續深化進行 其實在深化進行的過程中 我們會看到一個特徵 經濟面不會立即有反彈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對於宏觀的大環境 或者企業的微觀大環境 我知道 都是處於回落的所謂狀態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有一點 就是在2017年來講 經濟底部 可能不在6.5 但當然它未必會口說 但從內部 或內地的很多不同的 學者或意見 可能真的下跌至6.2 至6.5 這個區間 甚至是6.0 也有可能會發生 這就是基本面 但是是否有得它這樣回落 之後就甚麼都不理 有得它供給質改革就算 其實也不是 其實我們參加早前的 一些重要會議來講 都看到一個找經濟的因素在 所以變成了明年 其實都有很多一些所謂 一些所謂基建 甚至那方面來看 甚至是一些 比較重大的政策來講 我相信都是會繼續出台 去支撐著內需那方面 投資市場那方面來看 都可能是一個比較長遠的 一個角度去看 這個投資是指 國家一個固定之間的投資 那對股市來講 其實就明年 我就覺得股市就很難有 一個大突破在這裡 個別股份來講 可能受惠於一些所謂 政策的傾斜所大動 例如一些內需 例如一些科技 一些所謂醫藥 那方面肯定是會 比較受到明顯的拉動 但是你說一些 所謂大環境之下 如果真的股市 或者經濟增長是這麼差的話 其實就很難有一個大表現 加上也不能夠忽略 等一下我們都可以再深入 討論一下 就是人民幣的問題 即是6.5這些事情 不需要再搜 即是你 哪個叫底線目標 是的 6.5搜的原因 我相信就不是為了一些 衝刪門面 或者是一些國家專業的問題 反而就是一個社會穩定 和一個穩經濟的重點 因為始終在結構性改革的過程當中 你看那些所謂的企業的一些 即是去產人去庫存 都可以說它 始終牽涉到倒閉 即是人員流失 或者是下降的情況 那麼這個社會的一個穩定 是相當之重要的 變成其他的一些所謂範疇和領域 能不能夠吸納到這方面多出來的員工 這些都是不能夠忽視的所謂情況 所以變成了 雖然這個改革 或者是去產人去庫存 供給質改革 在各方面都會繼續深化 但始終我就覺得 那個社會的穩定 或者是整體上的內需的穩定 都相當之重要 總之6.5一定要搜尋 但都未必會偏微那麼遠 是的 問題是明年人民幣會率會跌 是的 其實你看看人民幣會率 其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指標 作為一個參考 其實我早前來講 都跟一些所謂來地的製造業 一些行家都談過 如果看兩年期的 一些所謂對沖的交易 那方面來看 就很驚人 就是一對八的 尚未然比港幣還低 在這個情況 但是明年 說回2017年來講 即是七字塔就肯定是在所難免的了 但是是否會去到八 說回到十幾年前 會改之前的水平歸零呢 這個我覺得擦傷力 就非常之大 這個因素 所以我就覺得 在人民幣較弱的情況之下 雖然感覺上是對內地的製造業方面來講 是有一定的幫助 但是呢 就對這個 按鈕當中的進口 這方面 以及本身 整體上那個 資金鏈的所謂流出 就有一個比較大的殺傷力在 特別是現在呢 雖然我不想用這個趨勢性貶值的情況 但是呢 你問十個人的話呢 我相信 有九點九個都覺得 人民幣是會趨勢性貶值的 那這樣東西就 不能夠忽略的 即明年都會有貶 七就一定會看到的了 嗯 問題八就未必會到的了 是的 當然 有另外一個論點 兩派的 一個就是可能 劍劍7.5 7.3 另一派就是說 當特朗普這個所謂的一個就任之後呢 人民幣的貶值的趨勢 就會扭轉過來 這個情況 所以呢 由現在去到一月底 就放任式給人民幣 儘量去貶 這個就是 有人敢說 這個論點 但是始終 我相信呢 中國的經濟 或者是現在中美的關係來講 我相信 中國儘管是會給美國面子 但是始終他要考慮回本國因素 一個強的人民幣對他有利 你說約的民幣有利 這個就是中央政府的判斷 嗯 即是去年很多時候都說 樓市很厲害 嗯 這個年來大家都說 樓空樓樓樓樓 明年說很久了 嗯 明年中國樓市是怎樣 我自己覺得呢 就是說 由現在去到明年的上半年來講 樓市的調控政策 都會繼續這樣加碼的 但是就分成而至 基本上每個城市每個地區 樓市都不一樣 就不能一刀切去 去壓殺樓市的表現 但是始終來講 作為國家的考慮點來講 我相信它就是 從穩定的角度去看 因為始終 中國的房地產市場 那個價格有沒有泡沫 就是大家心中有數 對 那個價格來講 以中國的一個平均每人的收入 對比起全世界 樓價差不多是位列前茅 這個世界上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從一個民生方面 和經濟和社會方面 有一個矛盾點在 所以 儘管樓市 上網可能對經濟 可能有些拉動作 但是 我相信中央政府 由現在去到明年上半年來講 都不會放鬆的 除非去到下半年來講 那個經濟都是不行 或者是真的要放鬆一點 這個就可能會發生 但是為什麼下半年才會有一個調整的機會呢 這個也似乎 究竟那個所謂的去產能去庫存用 供給質改革 這個深化方面 看看是否能夠順利 或者比較溫和 你叫做比較原本的處理 現在你都聽到市場開始說 不如降準 那些又出來 是 有沒有機會有什麼發生 降準呢 首先減值就肯定不會 因為內地就肯定 倒轉頭 又說要加息 反而空間就是降準 但這個降準呢 以前試過幾次 就不是太過 叫做有效的 對經濟來說 但對流動性舒緩 就有一定的幫助 特別是今年來講 一個比較特別的現象 就是說 2016年的年底 和春節 農曆年 和西曆年 那個年底 就差得比較接近一點 所以由現在去到 我自己相信 一月底來講 流動性都會比較近一點 所以在這段期間 我不排除 它是會有一些 鋼筋的措施出現的 無論是一刀切的鋼筋 或者是 所謂針對性的鋼筋 這個也是 有這樣的需要在 另外講到 少許股市 但我看到了 其實今年股市 內地股市表現不好 明年會不會 都沒有升 這種情況 明年來講 我只覺得 大環境其實 不太理想 加上人民幣的貶值因素 其實看回現在這一點 和去年那一點 雖然去年一月 即今年一月 都算是大震盪 一月份的人民幣 但是現在 當時來說 都沒有看到 現在這麼淡 可以這樣說 所以 人民幣這個因素 其實都是會 對一個 資金鏈 或者大陸股市 有一定的 影響在用 特別我們看到 其實 早前 湖港通的數據 也看到 資金證流出 是比較明顯的 即是無論你 企業表現如何 兩例化都好 如果人民幣跌的話 那路未必能夠 抵銷到人民幣的下跌 所以我只覺得 在大環境之下 其實人民幣 所謂股市來說 其實趨勢較弱一些 但是有些個別的政策 和本身來看 如果國家改革的數據 是比較理想的話 這個我相信 對個別股份來說 一定有幫助 特別是政策類 概念類 特別是現在說比較多 就是混改的概念 讓央企 引進文資 然後將活力施放槍出來 這方面 我相信 都是有一定的幫助 加上其他概念 我相信 九常新的 例如科技 醫療 內需 我相信都是一個重點 炒股 不炒事業 是的 因為始終 流動性的問題 我相信 第一、二季 是比較差 如果這樣看 明年內地股市 都是向下 會否變成 入魔的機會 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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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魔的機會 去年 就 前年 炒作比較多 一些 應該從2017年 去看 2015年 炒作比較多 2016年 都有爭取 你會看到 中央政府 或者國家 都希望堅持 開放 一個角度 但是 我相信 2017年 這個入魔 不是他們 一個很重要的 考慮點 當然 新黨通開了 這是有一定的幫助 但始終 這個壓度 或者市場 資金傷害 流動 其實不是太活躍 最近都見到 所以這個 對入魔來說 我相信都不能夠 很積極的影響 還有本身 結構性改革的話 我覺得 入魔肯定 不是一個特殊 但是我都不排除 它會繼續去推動 這件事